Hello各位觀眾,提提大家的頻道會訓冊 關於投資金融的東西 會搬到一個新的頻道 Macalvin Fund 連結就在下面 youtube.com.mccalvinfund 大家可以留意到Facebook Hello各位觀眾 很久沒拍過投資片 拍完幾個股票教學之後 一直都... 因為太花心了 所以一直都比自己 這個是這個channel Mayi那一條投資片 因為我記得的,我還欠大家 因為在最後那一課的教學 有觀眾提醒我 沒有解釋現金流的報表 怎樣看 我會加一個bonus 在這個channel 剛才說這個channel會慢慢廢 這條片之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 希望很快 補完那條片 在這個channel所有的投資格 就會正式收檔 所有新的東西都會上新的channel 大家注意 今天這個比較特別 現在講一講 香港一些投資的blogger 怎麼說好呢 近來我又被 紫凡這個 香港都... 價值投資 都很出名的blogger 邀請了出去 一共見過三次面 我想大家會比較認識 他就是在iMoney裡面 近年多兩年 好像上過一次 被稱之為收息的達人 香港什麼都要加一個達人 就是說他怎樣可以用一些 股票的股息 去帶動一些被動收入 一年可以賺六位數 十萬至三十萬 我不知道 十萬至九十萬都是六位數 他邀請了我出去吃了幾次飯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blogger 所以今次的投資生涯 主要講講香港這個... 雖然很多人炒股 但仍然有一部分的人 奉行這個價值投資 今集就要講一點關於 在幾次飯局裡面 稱之為紫凡飯局 每次都是做搞手 每次都是叫馬出來 大家就很乖地走出來 介紹一些blogger 其實我不是全部認識 因為我在香港 八九年 我想我長期只是看一至兩個 但因為他通過很多的頻道 有時現在上班下班 這個就是他自己的blog 取之有道 認識了很多blogger 發現原來有些是師兄 我真的不知道 有些原來是同事的舊同學 這集就會花一點時間講一講 即是... 即是... 這些blogger 每個人獨特的投資 一些技巧 或者風格 和風格 以及一些感想 先講一些背景 其實一開始 我有看blogger 有時看i-money 現在越來越少 你發現 你投資有某個人 自己設立了某種風格 很少會受其他人影響 有時雜誌 你覺得沒什麼 沒什麼差勁 就順便省一些錢 但是... 原來呢 原來是我不知道的 原來他在今年年頭的時候 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關於... 在youtube找到我的投資片 我自己都... 不知道 是有觀眾的訊息 我才發現 為什麼被人寫上去 都不知道 Anyway之後 就... 忘記了了 但是呢 隔了一段時間 去到6月7月的時候 那... 子凡就約了我 和另外一個blogger 原來呢 我發現他很流行 約一些在香港 主要是blogger 我是拍youtube片的第一個 因為我打中文字 就十分之慢 用速成 所以呢 其實我自己都有blog 我自己的基金會有blog 其實我也自己有個投資blog 但已經... 可能沒鬥過 因為我打字很慢 我發現拍片 說話的速度 可以是... 比較適合我的風格 Anyway 這個不重要 內容才重要 那... 那... 7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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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 那... 那 ee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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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自己去分析 但始終有一群理念差不多 聚在一起 會有某種力量 當然在香港來說 力量很微小 大家只不過出來吹水 說一下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家庭生活等等 最近對投資環境有什麼看法 但如果你說外國一些 散業的社會組織得好 其實台灣也十分出色 我好像跟太太之前是女朋友 去台灣旅行的時候 看他們的雜誌 香港很多都是炒一疊 好像那些明星 你明白嗎 歌手也是他 拍戲也是他 好像張張都沒有辦法來 香港的雜誌也有這種情況 但如果人家發展得好的 每一個投資派系 我們說的 或者是價值派 或者是技術派 或者是分析派 或者是消息派 他都可以有足夠的人數 讓他獨立出的雜誌 令到那些人 就不需要看 好像吃這個 那些叫什麼 puffet 好像 puffet 香港很慘 但如果你發展得更加好 好像歐美那些國家 他們有一些 community 是對公司的財政 是有影響力的 比如一些叫shark tank 或者他們有一些協會 是被一些散戶去參與 不單止是透過一個平台 可以被人交流 甚至他們可以對公司的管理層 有某種的 因為他集合了很多散戶的力量 某種的影響力 當然香港 就沒有這支歌仔唱的了 所以 小小的幾個人 你看我們現在開始兩個人 之後有一個八人飯局 在九月的時候 他又叫了我 另外也多了幾個blogger 等人會介紹 之後就十一月十三號 即十日前左右 我們再出多例子 今次就再多些的十一個 說一些 在飯局裡面的所見所聞 整體來說 很高興 認識了這班 他們其實有些年紀大 我很多 有些年紀比我小 那些人的範圍多大 但是 很了解 開始慢慢了解 香港 究竟那個 真投資者 那些 他們的想法 究竟是怎樣 現在我有時上班 都 有空看他們的blog 有很多 他們發了一堆給我 我分三次說 因為見了三次 其實我一早已經想拍 但每一次 他又再約一次 我都覺得 不要看多些 看定些 有時候好像我投資 這樣 看定些 這次只有三個人 不要寫著 見多幾個人 再見到幾個人 這次覺得 三次見到十幾個人的blogger 再說出來 內容會好些 這個不用看 他介紹我那些 先說第一次 七月的時候 跟 雲地的blogger 第一次見面的兩個都 他挺隨便的 學生 每一個blogger 其實他都有一句句子 總括了他自己的投資理念 譬如雲地說 在進行投資之前 假設自己所有本金都不能拿回 那我就會想 在我的投資理念 跟他們這句 說話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相近 或者是否同意 那如果是同意的話 那我自己 就覺得 這個跟自己差不多 這個我絕對同意 因為很多人投資 他只是想大賺 他不會想蝕 投資是有風險 如果你接受到自己所有的錢 都拿不回 輸了的話 你在這個前提 去到做投資 是對你有好處 多於懷處 就是 不要只是想向好方面 如果你接受到最差的話 最差的情況的話 那你 你才去前面 其實是對你有好處 有點像結婚 很多人不喜歡把投資結婚 即是 現在的人不喜歡長線 即是 你結婚的時候 你去到一個承諾 就是 哇 要想到 我老婆是很醜 又有很多病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不可以接受到照顧他 或者是反過來 如果我是廢柴 變了廢柴 四隻手斷了 你還可不可以愛那個人 如果你在這樣的前提下結婚 我覺得這樣就很穩陣 投資也是一樣 最後原來什麼都沒有了 沒辦法 一開始我都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非常有這樣的假設的時候 那你投資 我覺得你不會差得去哪裡 雖然我這樣說 但是我應該可以說 你肯定是有心思熟慮過 不是好像有人說兩句 我聽到鴨媽姑姐說 那隻店 自己就睡覺 結果輸了 我覺得被人騙了 好了 這個簡單了 我放了下面的連結 大家可以自己看 這個就是我看那個blogger 即是 我看那些文章 究竟 覺得 究竟這個blogger 那個投資理念 跟我是否相近 或者是否接受 我就會看他那一句 做分析 這是我最簡單的分析方法 然後到9月 第二次的飯局 911 就有8個人出席 那一次就去了尖沙咀的餐廳 訂了為桌 第一次見那麼多人 都 講一講的感覺很快很親切 可能怎麼說 你差不多想法的投資者 其實大家的投資方法可以很不同 但是 你有一些的 我們叫做 一些的共通點 你很快就會很融入到那種的感覺 雖然講投資 其實我發現大家也不太講錢 因為最後的餐 其中一個blogger R兄 不是叫Rex R兄 R兄 這個是我師兄 去到先知原來有兩個 是我師兄 以前在香港讀中學的時候 他們大很多 最後他自己一條人 走了出去買單 又叫啤酒 你見到是很客氣 第一次見 為什麼要請你 大家是AA制 現在香港很實際 但是很豪氣 請我們 我們又沒什麼人出手阻止 可能大家都是比較好客 沒什麼cash 沒什麼所謂 他說的東西都不是太好利益 很實際 都會聊聊天 等等 其實很多真的投資者 其實都是這樣的 有一種比較鬆容的態度去面對這個市場 也都不會太花心神去想自己 現在的錢究竟是怎樣 老實說 就算去到巴菲特的級數 他都是當作玩笑 早上你見他 看看報表 和Bill基抓棋 這樣就一天了 他不會每天都在計算自己 現在我的銀行會有多了多少錢 對他來說 沒什麼意義 我相信所有成功投資者 第一有這樣的共通點 這個就是R興的blog 因為他們那些很生活化 你看他們有些漢堡包 玩打機 他那次問我VR怎樣 我說你玩一會跟V一樣就悶 但最後買了 之後都是頭暈的 他最後一次飯局 告訴我 這些都是很生活化 你發現他們可能十篇裡面 才一篇講關於做生意 這個我感覺到他就不太買股票 他就多是想生意 鋪位那些 因為在裡面很多的投資者 有些是很擅長買債券 有些很擅長買樓收租 有些很擅長玩商鋪 所以大家的能力圈 或者能力範圍 這個circle of competence 都是不同的 自己學了很多東西 這個是我剛才說的 這個師兄 但我一樣比較不習慣 就是他們 加了WhatsApp Group之後 每個人都清兄道弟 很客氣 子凡兄 阿兄 Dream兄 我就叫Calvin兄 我有些不太習慣 始終外國你直叫名字 對 然後每一次阿斯丹文兄 這樣 就會覺得好像很 好像以前那些 淫師作隊的文人 就是 大家要鞠躬 然後 可能有些70厚 那些60厚 他們上一代是這樣 大家有一種尊重 現在越近代 越年輕 越懵是casual 但是 有時就是 是欠缺了以前那種文咒 就會現在覺得 唉 不用了 但是 以前 他們是這樣 又是相敬如賓 這種態度 有去另外一番味道 但是暫時我還不太習慣 然後 另外一個 即是九月的飯局 八個另外一個blogger 叫 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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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鳥眼中大世界 這個就是他的blog 他好像比較熟悉一些 中資股 特別是中銀的香港 因為他好像在一些 以前是做電子廠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有記錯的話 麻煩 你有看的blogger 矯正一下我 他很熟悉一些 例如日本的電子 那些 他怎樣運作 那些行程 那 這個是他的blog 你看到很多 專攻中銀香港 那 等一下 我等一下再講多一點 關於這個 修飾 達到財務自由 其實是財務自由 這個也是大家的共通點 即是 去到財務自由的位置 我等一下再詳細講 先介紹一些blogger 另外 有這個叫Rex 這個就是他的blogger 這個 又是這樣的 死人highlight 對不起 我不應該用死人highlight 即是 他一句 就總結了他整個blog 那個 核心的思想 理財智庫是馬拉松競賽而非 百米充斥 給耐力不是給爆發力 短期無法而測 這些 一看你就知道 是自己的cup of tea 很明顯 理財是馬拉松競賽系 是和人鬥長命 而不是 好像炒 我要一日賺一倍 這樣 是鬥耐力的 所以有時候觀眾問我 我現在很老了 我可不可以不價值投資 有什麼方法可以 我沒有時間 你每次都要等十年八年 我還等不到 我要走 或者我等到的時候 我已經老了 錢花不到 我沒有辦法 你種一棵樹 你是要等那麼久 你要種一棵厲害的樹 你是要等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甚至五十年 你種一棵花 明天死的那些 當然無所謂 你就開一天 就是 曾經巴菲弟也有說過的笑話 就是 就算你同時令到十個女人懷孕 你都沒辦法在一個月那裏 生到一個小孩 他解釋一些人 如何追求短期的智庫 這是不可能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他的blogger 全部都拿在一起 然後 這個 《財務自由夢》 這個叫Dreamhink 這個你看見 很多都是一些 他們 你容許我用這個字 叫做 收息派 他們很重視買入一些 會生利息的資產 也都是 希望透過一個折讓價 買到回來 令到 他們的 價升之餘 收息的 利率都是高 所以 為什麼 紫帆比iMoney 稱之為 收息達人 就是這個意思 幾好賺 你看看 十月收息 又有賺 他可能會買一些 例如領會 或者一些 物業基金 主要是一些 製造現金能力很強的 股票 未必是一些 增長 或者股價爆發力很強 這個就是 Dreamhink的blog 那天吃飯也有出來 大概的內容 即是吃飯 聊了些什麼 大家可以看看紫帆那個 即是那幾篇 我會在下面放連結 大概 當然他不會提到 那些很仔細 那些很深入 可能有些私隱 那些東西 大概那些內容 大家可以看一看 很興趣 整件事都是 在一個輕鬆的氣氛進行 最後就是 今個月的 十三毫 我們在 去吃火鍋 最後還搞笑 就是 最後好像吃不夠 minimum charge 之後要買些東西 結果 那個吃飯的地點比較近我家 結果我就 跟另外一個blogger Stamon 每人拿了四支啤酒回家 現在我還沒喝 一個人喝不完整支 那天我們就去吃火鍋 大家都可以 這篇就是說那篇 今次的敬人 再出來了 所以我看到 我知道有什麼人出席 我看到他們 才一次過去說 如果說香港的blogger 我最早看的就是 市場先生治愈 又是 看第一句 投資至負之道 再變人恐懼的時候 你會變得貪心 再變人貪心的時候 你會變得恐懼 這個blogger 大家都會叫 連炒旗子都會叫 這些 但是你會看到 比如 有些 我以價值投資達至財務自由 最喜歡的投資大師 包括 Philip Fisher Benjamin Graham Warren Buffett 這些都是我自己最 十分之看重 或者十分之重視的投資者 他最喜歡的格言就是 如果當初買進普通股市 事情做得很正確 即賣出的時機是永遠不要來到 這個完全是match到 我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 和我差不多style 這一類的就是 價值投資的理念 很多人 如果你買入的時候 你是買對的 Buffett會用一個relationship 去形容這個投資 如果你選對中生伴侶 你永遠不會買 所以很多人挑戰 Buffett 你經常教人什麼時候買 你有沒有教人什麼時候買 他就回答 我賣出的時候是永遠 即是 如果他那間公司是好的話 他基本上 他希望持有那間公司的股份 是值得永遠的 當然不會是永遠 有很多時候 你都發現他去拋售一些股票 有時候是對 有時候是錯 因為他覺得 在那個時候 那間公司的股份 跟他一開始 買入的時候 有時候是他自己看錯了 有時候是跟他一開始買入的時候 那個方向越走越遠 有時候是錯的 譬如他買走了迪士尼 這個就錯了 有時候是對的 結果 他撐到自己 可口可樂 令到他贏了很多錢 但總括來說 就是 價值投資的人 很多時候他會花很多時間 去買之前 他會決定花很多時間 去決定買哪一隻 但買了之後 他就不管了 我自己也是這樣 因為你一開始買的時候 已經大概知道自己 將來要面對什麼 如果跟你的期望 沒有太大的分別的時候 無論他的股價升 或者跌 你都不會放 當然 不是價值投資的人 或者不是很認同 這件事的人 他們主要的集中點 就是看股價 即他升的時候會很開心 跌的時候 他就覺得 是不是時候要走 我不是要指示 如果你真是一個真 價值投資者 你是不會想這件事 不會被他的價錢影響到你 這個市場先生自語 市場先生都是來自Mr.Market 這是Benjamin Graham 一個創造出來的概念 為什麼我喜歡看這個blog 就是他有很多分析 也都是很仔細的分析 你可以說 絕對是不生活化 我同意 不生活化 但我就是不想看那麼多生活化 對不起 我喜歡看一些實際 你看他每一間公司 他自己都很分析 你一講公司持有哪一道 哪一道 哪一道 他們那個的點點點點點點點 你看到明顯是做很多的功課 很合邏輯 令到他做一個估值 他也都自稱是香港第一個 會公開自己持股 應該真的 因為香港本身已經很少人寫 你見很多人吹水 都是他講 大部分吹那些都自己沒有持股 他覺得我沒有利益關係 我沒有持有這些股票 但是我經常都說 我寧願相信一個自己睡覺的人 都不相信一個所謂客觀分析 但自己一元都沒有放過的人 因為如果他自己有放過錢 或者他自己扔了很重 例如巴菲特 99%都是放在自己的公司股票的時候 你對他的信任很大 因為他自己的錢都睡覺 或者你的公司回購自己的股票 或者那些管理層 大手買入自己的股票 其實這個都是真金白銀去支持 就是覺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確 很明顯你對這些人的信任度是大很多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的blogger 我願意出來見 就是我對投資者的衡量指標就是一個 就是他的現實在股票市場 或者在投資市場裡面 他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成績 如果他有的話 你不能挑戰他 你可以不同意他所說的所有 你可以覺得他是廢 你覺得可以是很差 但現實就是 他在市場上是成功的 只要有這件事證明到我 已經足夠說服我 覺得這個人是有了 反之 如果只吹水 就算他講得多好 都好 如果他不在現實去驗證過他自己所說的話 基本上那個人我不會很理會 或是不會很花精神 大家都很寶貴 好 接著這個就是七十後與八十後兩個小生意人 看 聽過的 我忘記在哪裡聽過 但是 大總之我聽過 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blog 大家出來吃飯之後 因為十幾個人都分幾group 沒有可能混在一起 有時候可能交叉幾group 又說了兩句 吃完飯之後才第一次看他的blog 這個就是他的blog 他就靠現金流和股票期權 步向不撈之路 這個就很少碰股票期權 所以現在我還在摸索 但我知道他很喜歡砌模型 還有你看他的分析都是很生活化 但是可能我不是太懂得看這些期權 或者他的margin 或者 他有些business model 去到 不太熟 所以我要花些時間去仔細研究一下 究竟他是屬於哪一type的投資者 因為我有時見他會講這個blog 有時你會見他 又會有一些報表去分析一些利息 有時候 他有很多生活照 很搞笑 有時 又會分享一下他砌模型的照片 有時會講一下花生東西 我這一個要再花些時間去摸索一下 大家 總之我覺得子凡拿了那些 我都會 他拿了這裏 我都會去看 應該有些blogger還沒見過 兩次都沒出來 看看以後有沒有機會 這個就是70後與80後 然後就是Starman的投資世界 這個就是他的blog 他主力是債券 那晚我都問了很多關於債券 將來有機會分享 特別是一些債券的基金 其實他是 嘩 他應該和我差不多大 但已經很有錢了 應該有幾個物業 但見一次面很少 很難說得很深入 但我大概明白到 他會買一些直債 即是直接去買一些債券 就不會買一些債券的基金 他說完之後 我有些說服力 因為我請教了很多關於 近來一些親戚買了一些債券基金 那些情況之後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都解釋得 十分之有說服力 這一個就是 Starman的blog 十分之厲害 因為 我想應該是 他是完全 應該是我們那個 即是我們那個blog的group裡面 是 真的幾乎上 是沒有碰股票 完全是用地產的方法 去帶動 令到他得到財務自由 我暫時還沒做到 應該有這麼多個 裡面是最廢的那個 接著 這個就是80後 東升之投資生活 那天也是第一次見 之前都不是 是啊 紫凡發了連結之後 我有時候會看一看 你看到 他自己也有 一些實戰艙系列 我一看到實戰兩個時候 就很喜歡 那些叫 就是 就是 你看他不是那些什麼 因為為什麼實戰是重要的呢 就是 如果你是一些虛擬 或者一些virtual 或者你試一下 你最大的敗筆就是 你感受不到在現實裡面 你們真金白銀那種的壓力 就是你如果只是模擬倉 做一個 你iMoney都有那些 soul call 那些什麼投資 好厲害的那些 啊我們整個模擬倉 我就選10隻股票 你就省10隻股票 所以大家去比賽一下 其實我就覺得沒什麼位 就是 你手真實拿著100萬 跟你數字上100萬 你做的決定很明顯是不同 就是 你100萬 沒有了50萬 那你現實真的沒有了50萬 50萬做了很多事情 那你說個號碼100萬 跌到只有20萬 那個號碼跌了 鬼管你嗎 那你最多輸就輸過名字 就是 說你車費的 但是現實你拿真錢的時候 就是說你有足夠的說服能力 或者有足夠的信心 在投資的項目上面 你才放下去呢 那很不同 那他講到公佈 收到多少息 那我喜歡這些 他都講究竟會 他那個的買賣 那個的 理由究竟在哪裏 這樣 這一個 他也有很多的去旅行 聽說那天 就說他以前 比較小時候很窮 所以 現在 叫做 符合了一點 就可以做回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包括 學鋼琴 有個Blocker 撞到他學鋼 原來以前窮 沒有機會學鋼 這些都是一些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 怎樣可以透過 投資 或者是提升自己的生活質素 特別你有了家庭 有了小小 你發現你的開支多了很多 可能真的未必夠用 他們有些很喜歡Tesla 這個很詳細 他們有些是很specific 他是 一隻股票 他真的鑽研 憤身去鑽研 好像有一個Blocker 是 只是研究領展 知道所有商場是怎樣 那些租 那些出租 那些部署是怎樣 那些部署是怎樣 這也十分之好 因為 老實說 我們哪有這麼多時間 逐間公司看 我追蹤兩三間 長期 已經很辛苦 追蹤十間 譬如我現在 股票我已經減到 只持有六七隻 因為 你一多起來 你又要上班 基本上 沒可能可以處理 我都不明白 這些人可以買幾十 百幾二百隻 這個另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看看 80號的東升之投資生活 接著就是 勁人 這個就是 巴黎的價值投資 他們已經有開班 也都出書 那天都問了他們 其實他們 開班很辛苦 又沒什麼錢賺 收得不多 但是有些滿足感 所以他們就 那些有價值 所以繼續做 這些就已經是 去到 你一定要對投資 有某的認識 你才可以 去到 怎樣 就是 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如果你是入門的話 建議你看回一些 對價值投資有某程度的理解 才好 走他們 因為你多問一些問題 我又不敢說 你不要看他們是怎樣 香港blog 哈哈 好了 他又是看 Iconic 那一句 人生就如一場不斷的 孖展抵押 為前途 我們抵押自己最美好的 青春歲月 為幸福我們抵押自己 所有生命下注 若再不禁 迫近底線 我們就輸了 OK 這些是很早很早 第一代的香港blogger 當時在Yahoo 還沒有blogsblog 的時候 已經開始寫 我想十年 十 我不知道幾年 他們已經認識了很久 我這些新加入的 可能 那時候還是笨蛋 我想那時候十年前 二十年前 在英國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我去書展的時候 買了一些書 看過 你一看就知道 究竟他講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價值投資 一看完 就是 再來 再買 再出 我們兩個有時候會推銷自己的 投資課程 大家有興趣 有些基礎的東西 學 給一點錢 其實都是應該的 我那時候都上過 但是上錯班 結果就要搞自學 那時候我還記得 那時候政府有些計劃 有些認證的學位 可以拿回一萬元 有一萬元的預算給你 那時候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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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德基 郭思智 那些經常上電視 那些 其實那時候我都不認識他 第一天上課就在推銷他健身的書 上課後就覺得有點被人找笨 因為最後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些 那些 上電視拉攏 最後那課 拉了上他們的投資總部 其實就想稅理開股票戶口 開始買賣股票 因為他們有些佣金收入 你覺得很少 但如果十幾二十個 每人給100萬元 其實都每天都炒股票 其實都很好賺 那時候 我想是09-10年左右 上完之後 就覺得這些很笨 但如果那時候 上這些課程 那時候我自己就會 完全不會浪費 當然那一萬元不用我出 政府出 但是浪費了些時間 那些很無謂 那這個是 老兵蹤記 這個 就 大我一輩 大家可能在書局看過 實踐價值投資的真理 我這本書也有買 他分析很多一些現實的股票 在投資的角度究竟是怎樣 十分之好 這個 又是看回那個 這個 不借經常常參考 股神不非特的 價值投資 哲學和心法 應用於港股 長期的回報不錯 現在希望通過本網址 跟大家分享個人投資心得 這些 我自己覺得 投資應該是怎樣的 概念 它也是有幾隻股票 特別擅長 其中一個就是 得槍電機 我自己就 太複雜 我自己處理不到 所以我可能買的 都是日本城 零售股 那些 比較容易計算 因為 我每天上班 補兵公司 對於數字 已經很辛苦 股票 要另外一種數字 你也很辛苦 比亞迪 比亞迪 他們都很喜歡 經常在WhatsApp 討論比亞迪 和Tesla 這些新經濟 我自己是比較 防守的 就是舊經濟 所以不能回答 好了 最後總結一下 見過這班Blogger 自己覺得 大家很多的 好像子凡 他自己的Blog 那裡 投資好像一門功夫 有很多門派 但有一個共同的宗旨 就是價值 就是價值 他是那種比較好人的人 希望集合少數人的力量 大家可以有一個平台交流 很難的 因為你要 其實你約人都是 要花精神 他寫東西 又要花精神 出稿也要花精神 我知道 香港你出書 雜誌 那些收入 是少得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你沒辦法 跟外國比 外國那些 總統窮死 就算被人彈彈 出本自傳 都馬上翻個本 賺幾千萬樂袋 拿回版權 香港第一 很少人看書 我覺得這是一個共通點 巴菲特自己也說 他說 我未見過一個成功的人 是不喜歡看書 第一 你會看網絡的話 你喜歡閱讀的人 我發現 香港和英國有一樣很奇怪 不同的東西 甚至美國 紐約都是 就是 你一上火車 發現十個九個 拿著手機 我永遠都會代本書 當然我不是每次都看 對呀 有時我都對著手機看Facebook 但是始終 你會有些日子 你會知道 等火車的時候 或者交通的時候 你會去看書 香港很少 你去英國那些火車 遲一兩個小時 平常是 但你見人 不理 很多人在火車上面 就看書 這個也是一個地方的文化水平 就是那個 一個挺好的指標 就是人們喜歡看書 所以如果有些博客分享成功之道 其實對很多人有一個很好的益處 這件事 我最後想講解 就是有幾個 大家有共同點 第一就是 接受自己的小數 大家都知道 投資十個 真的只有兩個 是成功的 就算你怎樣教人 怎樣宣揚你自己的成功學說 我跟他們說是沒有人聽的 所以我花很少的精力去推銷自己的 他們就樂觀很多 他們會開班 教人 希望幫到其他人 我自己就覺得 我接受了自己 是小數 所以為什麼我說 這是一個小圈子活動 就不是因為我們想做到小圈子 而是 一些投資成功的原則 我講得值一點 就是一些反人性 而是大部分人是不會接受 或者那個概念是不接受 或者他是做不到 因為 他要跟回這個世界 那個主流怎樣運作 你最後就得到主流的結果 我覺得 大部分人的結果都不是那麼理想 有些人OK 不會是十分之好 你也認證了我 有一次在投資教學說 有個朋友問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投資 是很大機會贏的 我不用必贏了 有60% 70%贏的 如果真的有的話 每個人都能夠跌倒 我就跟他們說 現實是有的 但是人們是不會跌倒 因為你要耐性 因為你要去學去研究 有些讀者問我 有些觀眾問我 有沒有方法 是否一定要分析這隻股票去買 有些簡單一點的方法 我不想回答他 但我心裡想 可能會回答他 心裡想 如果有的時候 你三歲四歲都已經做得到 你小鬼去 又分析這件 分析那件 而且如果你喜歡那件事 你是不會介意去分析的 你喜歡看書 你不會覺得看書辛苦 不喜歡看書 那些人覺得 要看兩頁子 像我老婆這樣看兩頁子 他就想睡覺 另一頁子 我發現 這些Blogger 他是無視大行的評級 你看到他這麼多的Blog 裡面 沒有人會說 大行最近分析了怎樣 覺得這隻股票怎樣 但我發現 大行對很多人有影響力 不單止對散戶 對一些機構投資有影響力 甚至本身公司都很想大行為他們評級好 但如果你是一個成功的投資者 你應該無視大行評級 即是他們已經失散了這麼多次 或者他們有不同的原因 要寫好或者寫差勿的股票 為什麼那些人會相信呢 唯一一個原因就是 他沒有獨立分析的能力 即是他都不知道那件事是好還是不好 那就沒辦法了 有一間叫大行 他就說 很厲害的 很多聰明人在打工 很賺錢的 唯有看他們的分析 因為我分析不了 我也不懂 但如果你真的有料 你真的分析得到的時候 你是不會理大行的評級 第三樣就是 你不會盲目去信一些所謂的大 即是 Too big to be fail 那一般人 譬如那些人去買匯豐 或者其他東西 他都有一個原因就是 那麼大間不會倒閉的 沒事的 但你發現就是 不是的 080公共同行業是會倒閉的 真是可以AIG都可以收檔 OK 那其實 幸好我加入金融學院的時候 在08年之後 即是一早就已經學會了這件事 即是 大 不關大不大事 而是那件事有沒有價值 所以你看到很多 譬如市場先生分析 很多的公司 那些人都沒聽過 哇 這些什麼東西來的 哇 這些 即是 這些公司的號碼 哇 那個名字好像還沒在Yahoo出現過 然後又說沒有人分析過 沒有一些股評人去提過 哪一個很出名的 你有沒有說過 如果你是認識的話 你很容易就在這個 股票市場裡面發掘到一些 我們所謂的 小型但是有潛力 或者應該說有價值的公司 我自己都是喜歡去買小公司 不喜歡買大公司 市值一超過10億那些 那些我就會再想多幾個先 好像我暫時手持的股票 沒有一間的公司是超過100億港幣 100億是很少的 對於真正大的公司來說 然後 第四樣就是 他們會親自分析那個價值 不會聽別人說 其實跟之前那個 之前那兩樣東西是很相似的 第五樣就是很勇於對抗的主流 他不會很理會其他的聲音 這個世界 究竟發掘誰怎樣說 OK?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價值投資的十分之需要 最後就是他們不介意分享自己成功的原則 沒有說什麼secret 你要付兩萬元上課才說 你會知道 全部都寫在這裏 大家看著看 我自己都是跟隨這個部分 好了 我老婆回來了 即是說我已經不可以再說任何的事情了 希望觀眾 我放了連結下面 如果觀眾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 我再補多一集 這個就會所有的影片在新的出行更新 好 我們遲些見 不知道什麼時候 總之遲些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